所以接下來的話 目前可以看到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用什麼 用VBA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我先把那個 我A欄的 就是第一個工作表 先把剛剛的檔名先貼過來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先用什麼 你可以先彩排一下 從資料 裡面的從 文字檔 特別是以後 Excel我是覺得蠻厲害的地方是 它可以有很多來源 這些都可以 SS Web就網頁上面東西 文字檔 其他來源都就是外部的一些資料庫 SQL Server 甚至如果你是其他的那個資料庫 你可以用Microsoft Query 其實我覺得它提供的功能已經算蠻完善 我們這一題是什麼 文字檔 所以你就從文字檔 他問你說你的文字檔在哪裡 那我跟他講說在下載裡面的這個路徑 那我先開那個三重好了 進來之後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你這個 東西的話要不要分隔 甚至他這邊比較厲害一點 他還可以直接幫你把它分隔 那你的分隔符號 中間用什麼分隔 你其實可以把那個檔開起來看一下 隨便開一個 這個中間應該是 什麼 應該是空白吧 每一個每一個空白 所以你可以 跟他講說我的分隔符號是在下一步 那 語系的話呢 就是big file 就是繁體中文按下一步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 有沒有空白 空格 自動分隔 所以這邊有四個欄位 下一步 那這些是不是全部一樣 是 完成就好了 他就幫我放在哪裡 放A1就好 按個完成 確定 這樣就OK了 好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假設用VBA來做的話 那我其實可以做一件 就把剛剛的動作先 錄製成聚集 那 只要怎麼樣 他換一個檔案 我就換一個檔名給他 你就抓下一個 跑個回圈就搞定 所以待會的話 你們可以試一下 一 你就先怎麼樣 再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這個可能要自己開 在 其他命令裡面 制定功能區 開發人員打勾 第二個的話 還有錄製 聚集名稱的話 也許我取名稱叫做 批次匯入文字檔 然後呢 我就開始把這邊貼上 接下來動作就把剛剛的動作做過一遍 確定 然後 資料裡面的文字檔 然後去三重 把這邊 固定 分隔符號 下一步 然後 空格打勾 下一步 按完成 放在A1 好 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它停止 然後切到劇集裡面 看一下剛剛這個 編輯一下 就是這一些 那當然第一步 自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自把它放到12號 然後我的習慣是這個先把它delete掉 因為這上面這些東西等於是多餘的 那一般習慣就是說 它裡面 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 這邊呢 哪些地方 可能需要修改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檔名 對不對 所以待會你就寫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 就是 For I 等於 第一個工作表 裡面不是有檔名嗎 For I 等於 第一個儲存格 先抓 然後放到這邊 先抓三重 然後再換下一個中立 也就是說 其實其他地方都不用改 只有改這裡 第一個要改 OK 第二個要改哪裡呢 Range 1 你不能說你 第一次放1 第二次又放1 那就蓋掉了 對不對 然後所以怎麼辦呢 你這邊可能要讓它 向下去追蹤 OK 我看我有沒有寫那麼複雜 最後記得要把它存檔起來 那這邊的話就是 For I 這邊有個R R預設值等於1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說 讓它向下追蹤 我這邊是多一個向下追蹤 那它就自動去幫我抓抓抓 OK 那最後記得把它 另存新檔 不過另存新檔我剛剛沒有錄製到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怎麼自己寫一下 OK 待會我們來看 請各位先錄製剛剛那一段劇集 我們再來看怎麼修改 批次 匯入文字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 如果 用Python 跟用那個 VBA來寫 當然我會覺得 有的時候用VBA在這部分 是 簡單一些些 因為 有些部分它會自動產生 不 有 垃圾